一些问题 所以呢导致所有的球队 他的训练都没有能够照常的进行 他自己也需要通过这样的比赛去 找到自己更好的状态 小丁 造成了投篮犯规 李丹知道会不会还继续对于首发名单 包括球员们的出场时间 贵斯坦 好球 小丁的抢断 靠人 减速 小丁非常聪明 对没有气力的去上篮 刚才一个高难度的中距离得手了 外轮几听三分怎么样 赢着防守差一点点 长篮板还有 观察一下 小丁非常敢做动作 漂亮 今天就稍微慢了半拍 心态上感觉都不一样了 你昨天光走直线的话 对方比你直线还要快 去挑战周琪 把周琪好球 漂亮小丁 对对方其实打得很聪明 小丁在第一位吃 快左手 好球 漂亮 对 安全一点 小丁 强突 打中 漂亮 而且造成犯规 可以上罚 对见加法 好球加法也重 对方失误了 反击的机会 就是以更好的状态去 打好这个收关阶段 好球 哎呀 这球有人进了 就是要进入 进入五加球了 很可惜啊 不要一个抢断 分散 好球快了啊 不要一个 对方 打了一个无比凉 这边在缠 缠得非常紧 小丁的个人能力 这小丁还得找找比赛感觉啊 因为之前你 可惜没能断下来这球 篮板球 保护住 直接上球 小丁 有机会 有了 好球 反击打出来了 上场比赛41分到这场比赛 感觉还是不错 球队是不是对下联赛 相对来说是会适应一些吧 我觉得它是需要一个适应过程的 毕竟好多都是第一次 就是打这种下联赛 包括那种身体对抗 包括美国的这种 转换速度 都是需要一个时间去适应的 那我们在场上 很长时间 没有看到经营银行这样打球 你觉得那个 上场比赛 升退之后 我们其实还挺担心 你身体状况 你现在自己的状况怎么样 上一场是因为底脚 它有水 然后滑了一次 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事 自己还是处于一个康复阶段吧 然后有时候可能 可能冲起来停还是比较费劲 所以可能还得需要时间去慢慢找自己这个状态 那现在时间很紧张了 还有将近五十多天的时间 你觉得自己到世界杯开始之前能恢复到一个自己满意的状态吗 我觉得尽全力恢复吧 因为至于现在这个情况可能时隔一年没有打阵子比较 就是第一次打了 所以包括我的腿需要一点一点去适应比赛 我也说不准 但是肯定会去尽全力去准备世界杯的 百合说虽然这样比赛打得非常好 但是呢 二十分不算赢球 对吗 那肯定啊 我觉得我们能做得更好 很多时候 就是一阶段一阶段吧 可能一段时间打得比较好 但一段时间注意力一步集中 或者防守强度一下来 导致反击太多分叉拉得比较大 如果说我们能保证 更长时间的专注 应该还会好的 好 谢谢小店 谢谢小店